全台疫情加劇,摊商们营收减少,未提去传统市场 高雄市政府决议从原本减半的归费 在未来三个月中降低为归费全免 也全面免除公有市场的垃圾清运费 希望对传统市场里辛苦的摊商有所补偿 我们就针对就是在疫情初期已经开始实行的 那个食用费减半的政策在进行升级 就是整个食用费在从六月开始到八月 总计三个月就是公有市场的摊商食用费 就是全数免免免除这样 对啊,就是说希望在疫情期间能够帮助摊商朋友 传统市场全力配合政府,实施身份证分流,出入口管制等政策 高雄市政府指出有九成的市场都落实配合 也导致每日人潮降低,收入减少 而摊商们在得知三个月免缴归费后也都表示感激 感谢市场,对我们的照顾 也感谢政府的德政 可以这样减少三个月 可以减少于担心的负担 很大慎意,因为市场 目前疫情 已经没有人去买 所以生意也不错了 我们想说做生意做到 一定就要够够够够够够做生意 不可能我们当初七合 政府给我们尤台湾是很感谢他 经发局也呼吁,目前全台疫情尚未趋缓 尤其冬母假期将至 传统市场将有一波消费人潮 民众仍不可掉以轻心 还是要好好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守护家园 记者邱建勋高雄报导